你刚走的时候很多人在这夸你呢 夸你很适合做贤妻良母 我不喜欢别人对我这样说 为什么呢 那你喜欢别人给什么词给你 女强人 女强人还有吗 还有什么条件 我以前也特别讨厌人家说我贤妻良母 对你说我都有像 是吗 对 因为我也玩户外嘛 是 好加入斯凯勒吧 等会儿 今天的应聘就到这结束好不好 来老张看一下那个性格评宫 这位学生还是很不错的 外向 宜人性也蛮高 尽责性方面中等略低一点 主要体现在有时候做事还是比较随性 喜欢的会很乐意去做 喜欢接受一些挑战的事 刚才他讲到的在学校组织迎新晚会 这一点呢值得点赞 我给你一个建议啊 就是工作之后呢 你还是把这个本升一下 因为你少了一个本啊 今后在社会上找工作或者其他晋升方面呢 都受到很大的障碍 再加上呢你学习能力还是不错的 你爱读书 是不是 对 关键是打几分 打七分 七分 谢谢 为什么呢 他是这样的 大专程度呢 一般都是六分起 公平点 我觉得老张这分打得合理 高了有点跟学历和学习能力不相符 这样我们请老张为他自己打个分 就他以他的学历涵养来做这个节目的专家 他自己给自己打着二分 这个席位呢 我给自己打八分 那他呢 他呢 可能就是七分加 我言中不同意 你侮辱了我心目中 听他说 这是为什么 那可能就是在 学历不佳 学历方面嘛 不是 老张 老张是个善良的人 他也冒着崩盘的风险 老张小心啊 这个反应已经把刀拿出来了 没事 我刚摸好 刚摸好 我们收收收收 那个邵玉 一动一静 让人很感觉赏心悦目 很好的女孩 然后男生女生都不烦 都喜欢你 出入职场其实没多久 给自己多一点选择 多一点机会 然后我觉得张老师说的对 学一个专业 生一个本 很重要 好吗 祝福你一下 谢谢 你好漂亮 比电视上漂亮 谢谢 那我跟摄影师挤一下 就行吗 来得及吗 好 第二个 如果每一盏灯都保留 每个人准备 一千元的大红包 已经很久没有爆过灯了 看这位选手 今天是否能够 获得这样的成绩 来 第二轮选择 薛货磊 三 二 三个坏银 三个坏银 好 还有九盏灯 谢谢大家 来 我们来欣赏他们的职位 从利浩元开始 医学教育给你的岗位 包括拓展市场策划 或者是商务拓展 你可以选 好的 谢谢 六人游给你的岗位 是用户体验部的活动执行 好的 谢谢 项目的市场部的 这个活动策划 市场营销专员 谢谢 五八道家给你提供岗位 是在成都 那边的五八道家 分公司的商业 市场拓展专员的岗位 好的 谢谢 汉冬体育给你提供的岗位 是活动执行 谢谢 CK中国功夫娱乐赛 是为你提供 线下小剧场的 市场营销的专员 好的 谢谢 我更靠好你的潜力 可能会从管理培训生 在考虑是做活动策划 BD发展 还是其他的一些岗位 谢谢 好的 谢谢 我给你的岗位 是我们营老文化 我们是公关公司 来给你的这个活动执行的岗位 我们有各种各样 你可以考虑的 可以接触的 可以深挖的 所以你的未来是无限大的 我觉得你特别像20年前的我 所以我就想 如果你加入斯凯乐的话 第一年 让你做活动策划执行 第一年 因为我参加的活动很多 我所有的活动 我都可以带着你 好的 谢谢 这两人真会聊天 我怀疑今天 新城最激烈的是 赵小爷跟斯凯乐吧 这两人都说自己特别喜欢 你想收你做干女儿 我们都给了三个岗位 还不破气 反正看你怎么选吧 你自己都看不准 你给三个岗位 你可以反选 我给你个建议 因为你有管理潜质 你就看谁给你管理岗 可能你未来机会更大点 管理岗吗 我这个人就很感兴 你就选两个当妈妈的 那就两个 接下来残忍的时刻到了 你必须要上几个人 再选几个人 最后还选出一个人 是吧 我就看看这个 磁灭善目的人怎么选 灭七斩 刘良斩 请 来咯 第一个灭谁呢 很期待呀 他往左边走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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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谢谢 你欺负老人家 哎呦 接下来还有四个这边 谢谢姐姐 拉了啊 哈哈 谢谢 谢谢姐姐 他其实特别有投意 不好意思 哎呀这边全灭啊 不知道一个有上市的我自己的原谅 灭一半啊 三个体育联盟 搭一个TCL 谢谢 为什么 谢谢 联盟要选我哥 因为我等会儿在那儿伤害你会更严重 这儿要 真的吗 这儿要 还是你其实习惯了我会加价 然后一会儿非得让我上去 不是不是 因为我心里面已经有一个方向 来抓紧时间 都是女人何苦难为女人对吧 啊 女人何苦为难女人 再灭一个 再灭一个 再灭一个啊 你长得帅 留你 再灭一个 有请曾华语东谈谦不上感情 来 请揭晓 来 请揭晓 四千五 五千 确定一下 待会儿可能会有激烈的竞争 这个新手满意吗 满意 好 你可以问一个问题 包住吗 暂时可能还有一点难度 雨冬包住吗 包住有一点难 会有适当的补助 大概五百左右 你那边有没有补贴 你不是四千五 还五百 我这样我还是想办法 看看前期能不能住 那个解决一下住宿的问题吧 差不多都是五千了 那因为五百补助 这个可能给你解决住宿的机会 来 把另外十盏灯亮起 只要再多五百 这个住宿就解决了 大家看看有没有超过五千的 只能喊一口价 只能喊一次 有没有人出价 多少 六千 六千八 七千 最后是六千八 你那七千已经过了 最后是六千八 它是刚刚音乐完了的时候 我们都听见 把另外十盏灭了 我其实本来就想给六千多的 其实我觉得不能因为 别人老实 然后呢 要了四五千 就只给四五千 我觉得每个选手要根据他的 本身的这个价值来去做 包住吗 对 我们是管住的 这很有诱惑力 考虑一下 是否愿意让他 代替他们俩当中的某一位 十秒钟 好的 你的答案是 不换 为什么 因为那种能给我很多 很实在的东西嘛 但是给不了梦想 难道他们俩可以吗 增重可以 增重给你什么梦想 因为我喜欢户外 其实我是很理解这个邵玉的 他可能指的不仅仅是这一块 第一是他会认为斯凯的这份工作 是他可以驾驭的 比较接地气 而且呢 我会觉得我们俩差不多的这种成长的资历 这一点的话 可能也是他能够找到过敏的地方 你是不是想成为他那样的女人 是 邵玉 那你把这个人放在哪 对啊 你把我弄上来就是炮灰陪跑是吧 不是不是 结果还会产生奇迹的反转 也不是不可能发生 经常有这样的选手 雨冬今天这个梦能不能做到 这个女生是不是个善变的 雨冬把你的那个帅气带出来 十秒钟考虑做出最后的选择 到底花落谁家呢 CKE 斯凯乐 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 哎呀 紧张了 是 斯凯乐 我们同时要恭喜张雨冬 获得菲尼莫属历史上最佳男辈决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你知道很帅 我们后台都夸你帅的 再见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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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